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2月19日,演员赵小乔在Yans官宣成功怀孕的消息。 王子变青蛙中范芸汐的扮演者赵小乔和大他流量佐在一起10年,结婚三年,终于有了自己的宝宝。 赵小乔发长文,描述艰辛的怀孕过程,提到这一年多来,他都在为了怀孕做事馆。 老公刘亮佐和继子刘子权都希望他们都有个自己的孩子,而刘子权也希望自己有个弟弟或者妹妹。 赵小乔为了怀孕,要吃很多药,打很多针,身体上承受很大的痛苦。 老公和继子都曾因不忍看到赵小乔那么痛苦,希望他能放弃。 但过了40岁后的赵小乔,更知道生命是最重要的事。 在做事馆的两年里,赵小乔不喷香水,不染头发,调整作息,推掉很多热爱的工作和演出。 赵小乔感谢了做事馆医生。 因为做事馆,失败两次后,赵小乔无助,绝望,沮丧,甚至想要放弃,使医生一次次地鼓励他,夸他是个勇敢的妈妈。 这次赵小乔成功怀孕。 不仅赵小乔本人,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。 在孩子稳定之后,赵小乔才官宣了怀孕的好消息。 赵小乔晒出一家三口的照片,已经54岁的刘亮佐,戴着眼镜,口罩,拿着手机自拍,继子刘子权在后面,守护着妈妈。 赵小乔躺在床上,为了怀孕,真的承受很多痛苦。 但他依旧冲镜头,笔画剪刀手,有了来之不易的孩子,一切的疼痛,都是值得的。 赵小乔还晒出买好的孕妇健康手册,这个,来之不易的小宝宝,一定是家里所有人,捧在手心里的孩子。 赵小乔在长文中也提到,有这么懂事可爱,帅气的妓子,曾没想过,要孩子,只是自己,到了40岁后,才那么想要一个孩子, 再加上老公和哥哥,都想要弟弟妹妹,赵小乔终于如愿了。 2017年,赵小乔和恋爱6年的刘亮佐结婚,两人年龄,相差12岁,而且刘亮佐,还带着一个儿子。 赵小乔年轻漂亮,很多人认为,他们两人不般配,不过婚后的赵小乔,用实际行动证明,嫁给刘亮佐,他真的很幸福,他对继子,也是如己出,一家人,非常幸福和睦。 赵小乔经常晒出,带继子一起出门,两人像是,亲生母子俩一样好,其实算算时间,在刘子权很小的时候,赵小乔,已经和他的父亲在一起。 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,刘子权已经完全把赵小乔,当亲妈妈看待,他也希望,有个弟弟,或者妹妹,但妈妈吃药打针,甚至不忍看到,赵小乔这么痛苦。 今年过年期间,赵小乔,就晒出了全家福,18岁的妻子手,搭在刘亮佐的肩膀上,搂着妈妈,当时赵小乔的状态,看起来,就很像是怀孕了。 现在看来,赵小乔当时肯定,已经怀孕了,哥哥在细节中,就能看出想要保护妈妈,真的是,恭喜赵小乔了,期待小宝宝,如约而至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